摸摸熊玩具乐园 包装里面包含一架蝶引号超音速飞机 另外一辆则是钢钻号挖掘机了 钢钻号挖掘机看起来是不是好炫酷呀 它们还可以二合体变形成机甲呢 飞机呢可以变形成机甲的双腿 先把连接键取下来 这样飞机就分离成两块啦 接下来我们把它变形吧 直接取出机甲的脚掌 就可以变形成机甲的腿部啦 机甲的另外一条腿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 来变形 哈哈机甲的双腿都变形好了呢 钢钻号挖掘机则可以变形成机甲的上半身 先把它的钻头取下来 接着呢 把飞机的连接键装在机甲的腰间 变成护甲 身寨挖掘机的轮子 机甲的身体也变形好啦 剩下钻头部分呢 先把钻头向两侧拉伸 机甲的头部向下旋转 头部也变形好咯 我们把它安装到机甲的身体上吧 机甲上半身变形完毕 最后我们把机甲的双腿拼切起来 将腿部的卡口扣紧身体下方的扣位 另外一条腿呢 也是同样的方法来进行安装 好啦 星球战机王机甲变形完成了呢 这里呢 还有位太阳战机王机甲 它们二者可以合体 变形成超酷的银河勇机王哦 首先 需要把星球战机王给拆解开来 先把它的头部拆出来 接着拆出机甲的双腿 最后 机甲的身体也要拆成两半 太阳战机王机甲呢 也需要拆解开来 先把武器卸下来 接着拆出机甲的双手 最后再把机甲的双腿拔出来 先来组装机甲的腿部 机甲的双腿拔出来 飞机甲呢 可以变形成脚掌 打开机身中间的盖子 再折叠起来 机甲的脚掌就变形好了 接着再把腿部 安装到脚掌的上方 太阳战机王的手臂呢 则把它安装在腿部旁边的位置上 机甲的一条腿组装完成 它的另外一条腿 也需要按照同样的方法 组装起来 双腿变形完毕 接下来我们先把合体机甲的身体 拼装起来 将身体卡口 扣进腿部扣位 另外一条腿 也同样的安装上去 机甲的身体组装完成 刚钻好挖掘机呢 可以变形成机甲的手臂 把它的轮子翻转变形 钻头部分 可以变形成手中的武器 先把它安装上去吧 机甲的一条手臂 机甲的一条手臂变形好了呢 另外一条银钻链 另外一节的钢钻号 也是先把轮子旋转变形 接着取出手掌 这里还有个机甲的光能炮武器 需要把它安装在手中 这样机甲的另外一条手臂也安装好了 最后我们再把手臂拼装到机甲的身体上 将手臂的卡口扣紧身体的口位 另外一条手臂也是按照同样方法去安装 调整一下它的肩胛 好了超大超酷的银河有机王机甲变形完成 小朋友们喜欢的话记得订阅 摩摩熊玩具乐园哦